《天鄉》《天鄉》 《天鄉》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一起討論一下天鄉的這個議題 我關心這個議題非常久了 因為我個人也是天鄉出生的孩子 然後在教育的領域裡面 近年來大家也感受到一種分露 也就是大家對社會爭議或者是 弱勢關懷是越來越提升 所以我們在教育領域裡面 也非常關心天鄉教育的發展 特別是最近半年來 大家在媒體上面會看到很多 天鄉會校的問題 包括苗栗還有南多等很多地方 Hello 很高興看到很多好朋友都過來 關心天鄉教育的好朋友 那大家就看到就是 每當退校的時候 就是會有很多反彈的人士 或者是地方的包括這個家長 或者社區的居民 都會覺得非常的不捨 那天鄉的學校 確實在當地有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它不只是一個教育的功能 但同時又是一個文化中心 也是一個知識中心 或甚至是地方的一種精神的中心 那所以他們會感覺 學校一旦廢了之後 就會加速這個社區 或者這個地方的死亡 那會產生一個交互作用 那所以我們也一直認為 就是退校 只能作為一個最後的手段 那我們希望在退校之前 有很多更具前瞻性的做法 那我們這一整天 我相信談了很多的議題 但是這個section 特別會談到資源整合的問題 我覺得這議題是蠻重要的 因為我觀察過去我們十幾年來 對偏向教育的政策 大概我覺得經過大概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一個瘋狂廢校期 大概在十幾年前 剛開始大家有意識到 偏向學校的問題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台灣省教育廳 還存在的那個時代 就曾經已經有發現 就是說很多學校越來越小 然後規模越來越不經濟 然後就有打算想要廢校 那時候想到的都是廢校這個問題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 但是才剛規劃而已 就消息外曝之後 就引發非常多的反彈 所以後來就暫時按下不動 可是又過一兩年吧 一小段時間之後 就是碰到那個監察院 又去提了一個案子 就是說有一點糾正的味道 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教育界有很多 偏向小學校規模不經濟等等 那所以就有一點點這個糾正的味道 然後行政院的審計部 就開始提出一些叫獎勵方案 然後讓地方政府開始去定校會校 然後定校會校都還給他們獎勵部 等於就是你定校會校 還可以獲得一些經費補助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第一段 第一個時期 就是大家想的都是定校會校 然後加上審計部等等的鼓勵措施 所以第一個階段大概是一個瘋狂廢校的時期 那時候曾經廢了非常多的學校 幾十個上百個可能都有 那這一段時期就引發非常多民間的關懷 包括很多基金會 還有那個社團法人 就開始投入挽救偏向學校的一個行動 在我印象中包括譬如說像梁修盛等等導演 都拍過那個偏向學校的紀錄片 被揮校的那個行李過程 那拍過那個澎湖的一些抵達 被揮校的過程等等 還有蠻多的像那個伊甸基金會 也曾經投入大量的世界去挽救偏向學校再創新 因為我曾經去擔任那些偏向學校提案的一些審查委員 跟陪伴委員 那民間大量投入之後 再加上遠線雜誌等等的一些曝光 所以開始進入第二階段 就是政府、教育部等等開始轉為 就是說希望可以能夠扶持偏向學校 那這個階段就是我稱之為計畫期 因為開始啟動了很多的計畫 各式各樣的計畫 然後這個時期大概一直延續到現在都還存在 那以去年到現在而言 其實以去年而言 其實以去年而言 單純資助偏向學校的教育部的計畫 就有大概30個大型計畫左右 然後那每個計畫裡面又包含 各包含各干個中小學 或者幾十個學校、小學 所以其實雖然是二、三十個計畫 可是大概有上百個學校參與 那這個是計畫型的 那計畫型的扶持 我發現也有一個缺點就是 就是它雖然可以引發一些活力跟創意 但是如果那個學校是無心想要創新的 它就不會提案 因為計畫都是屬於競爭型的 那因此你學校本身要有動機 願意提案 然後願意增加一些額外的工作負擔 它才會提案出來 那以至於越有新的 越會有很多計畫 那越無心的 其實它越需要輔助的 他們越沒有任何計畫去資助 所以就會產生一些明星學校 受到很多媒體或者政府的關懷 或者資源的挹注 那可是無心的學校就變成 就是大家共同忽略 會變成共同忽略 所以誰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可是他們問題是最多的 那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資源配置不均的問題 很多需要資源的地方反而沒有 然後有些地方反而資源可能會過多 因為它是個亮點 像這也是一個問題 那另外就是在資源配置 我還觀察到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現在處理偏鄉學校的問題 都還是著重在教育層面 我們很少去考慮其他資源的搭配 所以剛剛跟那個王正良老師在聊到 他說他朋友會分享 會從包括長照等等 還有那個老年高齡等等的議題並切入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就是說我們需要跨領域的治理 因為我們現在處理偏鄉學校的問題 我這樣看下來 單純從教育的觀點切進去都很難成功 因為我覺得地方要能夠真的比較永續發展 它要有三個條件 就是第一要能生存 就在地的人要有某種產業 他要能生存 第二就是生活 就在地人他也要有一個基本的生活條件跟品質 他在當地要有生活的感覺 那第三個是生命 生命就是教育 就是他下一代的生命 他要能夠延續下一代 他下一代的生命 要能夠有得到一個好的教育品質 所以他要有生存生活跟生命 至少要這三生有希望 那個區域才能夠生存 那我們目前大部分 偏鄉學校的那個計畫 都著重在教育層面 也就只著重到生命這個層面 那我覺得這樣資源還是沒有辦法徹底的整合 我們還是需要帶進非常多其他部會的思考 譬如說生存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帶進產業部門的思考 因為當地經濟的發展 產業的發展 那這裡面可能涉及到 有一些地方可能生態資源不錯 那他觀光產業怎麼發展 生態怎麼保護 環保署等觀光局等等 其實都可以涉入都應該要涉入 然後有些地方有其他的經濟 文化文創產業發展的可能性等等 或者他是原住民等等 都需要一定的去帶入考量 那像生活品質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要考慮到包括安全等等 那因為有些地方有土石流等等的問題 或者甚至治安等等 內政很多的就需要考量 所以像在日本的時候 像在日本他們對某些偏鄉學校 他就會把那個學校想像成 不只是一個學校 他還是一個綜合很多部門的一個 共同行政中心 共同辦理很多行政的中心 那所以那個偏鄉學校 就會變成比較是綜合功能型的 然後他會帶有跨部會整合的味道 那當然我覺得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應該要有從中央思考起 就是包括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 都還是要有很多跨部會的那個連結跟治理 才有可能使這個資源再整合 然後不會重複浪費 可是又能夠發揮最大的效耀 那所以我們現在在協助立法院立法 就有關偏鄉教育法 或者是偏鄉教育發展條例裡面 我們也有建議至少有一條就是說 希望中央能夠成立一個就是跨部會的一個委員會 來共同治理所謂偏鄉的問題 所以不只是把它定位為教育問題 要去整體的看待這個偏鄉發展的問題 那這個都是設計資源的配置整合跟統整 那如果能夠譬如說像跟這個長照 老年照護的這個整合 也是一種很好的思考方向 那因為現在可以像 包括就是說有些學校 我們常常會有一個夢想就是 其實現在很多老年人的照護 老年人的生活 他如果是在老人院裡面 其實有時候生活還蠻無聊的 或者是會有一點比較沒有生機的感覺 所以現在國外有一種趨勢就是 會把老人院跟幼兒院就設立在一起 甚至跟幼兒園設立在一起 那這些老人天天看著那些幼兒 單純看著他們跑來跑去 然後非常的活潑有生氣 他們就覺得很生 老人就會覺得很快樂你知道嗎 這個很像你種了一朵花 它慢慢成長然後在開花時的那種成就感 然後就很有生命的感覺 然後幼兒也多了一些人可以幫忙照顧 只要這個老人就大致上還是健康的 他是可生活的 他有時候還可以擔任一點幼兒園照顧的助手 所以他又有事情可以做 也像個志工一樣 然後他就多了很多互動的機會 所以現在其實國外有一些機構很流行 老人跟幼兒放在一起設置 我覺得這個都是蠻好的 我真希望我將來如果我老了 退休之後生活有怎樣一個地方 有很多的幼兒這樣可以互動 那像這個都是一些可能資源的整合 那我相信我們今天這個團隊一定有很多 更令人值得深思的這個idea 大家深入討論 那我們先邀請我們政大的王中勇所長 來跟各位做一點專題報告 然後之後會有兩位的與他們 再回應一下我們再做整體的討論 那王教授就是會提到爸爸長壹長等等 這些跨臨的連結 那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王先生 好 謝謝詹老師 今天要來這裡報告是個美麗的錯誤 因為跟天明認識了很久 30年的朋友 他邀請我我就想要來 但是我不是做教育研究 所以呢當我聽到說 他說我只要寫照顧的議題 所以我就把我對於原鄉長照的一些研究 花了一些力氣整理 整理完了之後呢 下一頁我就收到一封信 最後一頁就說 這個來稿呢 就是文不對題的意思 那希望我能夠多講這個兒童照顧的議題 不過文章已經完成了就算了 所以呢我回來的時候就在想 那我今天應該怎麼樣報告 那所以今天報告的內容 其實大概會跟我的文章內容 不盡完全一樣 但是 下一頁 但是我也在想 為什麼我做原鄉長照 要去談教育的問題 會感覺到沒有辦法切入 那如果我真的要來談 那我可以有什麼樣的角度 可以來切入 所以我就在想 某種程度 也許我們學界也受到了我們 專業的分工 還有我們所使用的語言 而沒有辦法對話 我就在想 我們都在這個行政跟專業的體系裡面 你關心兒童 我關心老人 所以我們就各自走各自 如果你是社工 我是教育 好像我們都有各自的語言 我們合作的對象 教育部或者是社會福利 也不一樣 然後也在不同的專業裡面 這種切割 其實也正是原鄉 面臨到國家的時候 它必須面臨的切割 每一個國家的部門進來 我做小孩 我就只看小孩 而且帶著一定的專業時光 我要做什麼 但是如果回到部落的生活 有進入到部落的人就會知道 部落非常強調 一起一起 那個集體性 你是外來人 請你跟我們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你就會知道我們是怎麼樣 不要覺得你知道怎麼樣解決我們的問題 如果沒有那個一起一起 其實你根本不可能了解我們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 如果我們要談原鄉的問題 恐怕第一件事情是 要把我們自己身上的 這一個專業的框架跟事框 旋置起來 然後去想有沒有什麼可能 然後在部落的生活裡面 其實很少去分 有什麼地方 只有老人 其實部落的生活 其實就是一起互相照顧 也許從社會服務業的角度來講 每一個都是不同的案子 但是當這些人合在一起的時候 他們會在另外一個 有意義的框架裡面 各自找到各自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 但是那個部落 卻是我們常常在做政策 規劃跟介入的時候 不會去看到的 例如是說 我雖然跟教育有一點遠 但是我恐是過一個偏鄉的 原鄉的一個老師 我看他的歷程 大概最重要的轉變就是 當他開始家房的時候 他開始知道孩子是如何成長 孩子的家庭環境是長什麼 他的教育 他的教學才產生了跟孩子 有意義的聯繫 所以 當蔡英文總統8月1號道歉了之後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回到 如果我們要讓原住民的殖民的處境成為過去時 那麼我們如何重新思考我們的福利跟教育 在過去不管是 希望原住民從生番成為熟番 教育跟福利一直都是同化的工具 那那個同化的工具很大一部分 是我們從來沒有完整的看到原住民部落 不管是政府還是社會福利體制或者是學校體制 其實我們都不斷的讓部落的年輕人離開部落 遠離部落 職業社會或者是專業的文憑 對於文明生活的想像 其實都把孩子帶離部落 有能力的 其實很早就會讓孩子到都會地區 社會福利資源 我們進去了 其實某種程度是告訴他們 你們不知道怎麼樣照顧自己 所以需要依賴我們 我需要來教部落的婦女怎麼樣照顧你們的小孩子 你們不懂得怎麼照顧老人 所以我們要讓你受訓 你必須考得秉級的照顧服務員證照 你才有資格提供長教服務 我常常在想 我們漢人到底是 為什麼可以這樣子告訴原住民 你沒有資格照顧你的老人 你沒有資格教育你的小孩子 而我們還覺得這是理所當然 這是在確保服務品 所以在後殖民的部落裡面 誰是照顧者 誰是教育者 可能是我們在討論政策的時候 應該要先被解構的一個議題 好 下一題 照顧跟教育 這邊其實是中間有一條線不見 其實是 孩子其實是成長在部落的文化母體裡面 教育跟文化其實都在他的生活裡面 很自然的發生 但是當他們要開始尋找工作 他們要接受教育 他們就開始被帶離部落的文化母體 那 所以原住民的孩子其實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不斷地經驗到詩語的生命歷程 那我記得一個部落的孩子說 我在學校裡面他們講母語 然後小學老師一來因為聽不懂 就禁止他們講母語 然後他們孩子就覺得錯亂 為什麼我的爸媽媽媽跟我講母語 但是呢當我到了學校 我一講母語的時候就變得錯了 他不斷地經驗到原來 在那個兩個世界裡面 孩子不斷地被拉扯 有些孩子順利成功 但是更多的孩子掉落 在這個教育體系裡面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跟興趣 好 下一頁 原來還有這麼一個動畫 好 下一頁 我們看到了很多原住民的年輕人 在外面學了專業返鄉 但是那個返鄉的姿態很不一樣 有的人帶著專業下鄉服務 因為認為他的專業是重要的 他了解他知道所有的答案 但是其實我們的專業返鄉 其實是需要讓這個年輕人 重新地回到部落的關係裡面去 在他成為家族裡面的成員 回到社區裡面成為老師 或者是在工作裡面有某種的角色 在這種多重的關係跟角色裡面 他要重新地定義他的專業 找到一種專業可行 可以實踐的可能性 換句話說 專業必須要扎根在部落的土壤裡面 才會真實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一個 國中 就是說部落的老師 他必須要加訪 不然他不可能有熱情 他的教育 不可能跟孩子產生有意義的互動 他也不可能去感動孩子的生命 但是這些孩子帶著這些專業的工具 其實往往不見得了解 他所學的專業是不是符合部落的情境 那發展出來了 他要重新地在地化 重新地變成一個原住民 但是他又不可能回到原住民傳統的方式 他必須在現代跟傳統當中 找到一個他自己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一些專業返鄉 其實是一個複雜的過程 但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 好 下一頁 那我覺得福利跟教育 都要走這樣的一個過程 那我想講兩個故事 一個故事是 納馬喬達方路馬村 的一個老人照顧的模式 叫做Donadamu 意思是老人只會聽 這是卡納卡達方的語言 納馬下在2009年經驗到莫達科 卡納卡達方在全世界只剩下520位 換句話說 他的文化自治跟再生的能力 已經被列為是瓶林 絕種 或者是家要消失的語言 過去他一直被認為是南州的一徒 不過他現在已經兩年前正名 好 下一頁 這個是我一起工作的夥伴 叫拉呼 他是一個婦女 當莫拉克風災發生了之後 直升機載著老人下來 老人跟他講的第一句話就是 我們的河流跟土地都沒了 卡納卡達夫是不是要滅亡 對老人家來講 經過那個災難他擔心的 不是生命 不是損傷 而是整個族群的文化 還有沒有辦法在這個世界上面存取 這個是老人的擔心 但是大家知道 政府對於這些災民的安置 在軍營營區安置結束的時候 政府其實是希望他們能夠不要再返鄉 他們能夠住進永久的人 但是阿布帶著他們的族人 決定要返鄉 因為他們知道 如果他們的文化要延續 他們必須要重新回到他們祖先的土地 雖然已經破損了 不過他們三個月之後返鄉 部落還是不安 還是很多的失落 每一個月老人 以一個月三到五個人過世的速度 對於一個這麼小的族群 他的老人其實並不多 五百二十個 大概老人家大概就是六七十 然後每一個月有三到五個老人家離開 所以阿布就在想 那我該怎麼辦 安頓這些老人的心 安頓經過風災之後 他可以重新再站起來 所以他開始了 他叫他的弟弟捐一塊地出來 然後他們用自己的語言來命名這個地方 叫做斗拿達木 斗拿達木的意思就是 這一塊土地是由老人的智慧在守護著 所以他們開始種小米 部落的經濟 剛剛詹老師有提到 其實已經進入到全球化的世界裡面 大概生態的都是經濟 山下的人喜歡吃什麼 他們就種什麼 那傳統的小米大概都已經消失了 但是他們就決定要重新的開始種他們的傳統作物 因為他們所有的文化記憶都跟小米很有關係 所以當這些婦女開始種小米的時候 老人家就開始嘲笑他們說 你們怎麼連這個都不知道 你們都不知道怎麼整地 因為他們早就已經離這個東西很遠 每一個人都有不同的工作 年輕人回來就是在想什麼時候考公務員 那如果還沒考上的 可以去NGO或者是去公所兼個臨時工 所以老人家開始按照時節 教導這些婦女種植小米所需要的技能 從一開始的起伏 到後來整臂 播種 書苗 桿苗 套袋 收成 這一整個重現了 過去的小米文化 這是一個重新連結 重新跟土地上面的連結 這是一種教育 這是一種學習 而且這種教育不是看書本 這種教育是跟大自然的變化息息相關 在田旁邊他們蓋了一個宮廟 就像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開始聚集在這裡 然後婦女就在旁邊生活 開始煮東西 在那個地方就成為部落的人很喜歡聚集的地方 也成為大家可以互相支持 在那邊沒有誰是老師 也沒有誰是助人者 也沒有人是特定的角色 但是大家就是喜歡去那裡 因為在那裡老人家可以看到他熟悉的景象 老人家原來擔心的文化的消失 好像在那一塊土地裡面看到了一種可能性 好 這個就是他們書描跟一些造型的往下 所以對我一個學老人照顧的來講 我不知道我如何命名這個照顧模式 因為我們的照顧模式 要不然就是按照你失能程度分歧 如果你嚴重失能 抱歉到機構裡面去 如果你還低度的失能 那可能是日間照顧 我想還是把你借回去 但是這一種透過土地 讓老人家覺得自己被療癒 透過一個環境 重現他熟悉的情景 那個東西是在現在的長照裡面沒有被命名的 因為他提供的照顧是一種靈性的照顧 讓人重新的跟自己的土地 跟祖先 跟這個族人 重新連接在一起 最近推出來長照2.0 針對偏鄉的長照2.0 就是我們提供你車輛 把老人家全部接起來 然後到山下有醫院來照顧你 然後大概就是每天 我很懷疑 對老人家來講 那樣子是對老人家最安全的嗎 下雨天怎麼辦 你讓他離開他自己的文化 其實對老人家來講就是不安 好 很重要的是這一個在地的行動 它翻轉了我們原來的照顧的概念 也就是說老人不再是依賴者 父女他也不再是一個專業照顧者領薪水 而是在這個小米田裡面 老人成為一個更有尊嚴的文化傳承者 父女成為一個學習者 然後當有這個小米田之後呢 學校裡面的文化課程 就不再在教室裡面上 文化課程就被拉到小米田來 小孩子就看到小米是長什麼樣子 趕鳥氣該怎麼做 就有老人家帶著它 所以那個傳統的文化就不再只是 隻字片語的名詞 它成為一種身體的經驗 一種感受 而且呢原來是一對一的照顧關係 到後來變成是一個集體 剛剛詹老師在講 如果老了我們希望看到小孩子 小孩子對我們就有療癒 因為我們看到希望 你不會想要老的時候還看到 比你狀況更糟糕的 好像預告了你明天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大家都希望看到那個希望 所以這個照顧不再是來自於 對於一個人的依賴 這個專門照顧你 而是來自於自己跟不同層次的人 有更深的聯繫 所以這一個地方創造了一個 人跟人之間可以分享的空間 大家就看到下一篇的時候 小孩子就在這邊玩遊戲 後來呢原來那個燒火的地方呢 後來有一個熱心的平地人上來 幫他們蓋了一個窯 然後他們就開始生產東西 種小米 變成是文化的部分 他們後來開始生產更多的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他們 然後他們 命名那個姚為 院子姚 然後他們開始接待客人 他們開始從事風味餐 他們現在開始賣麵包 然後在網站上面叫做 深山裡的麵包 好 剛剛是一個故事 跟大家講 一個部落如何 重新的把照顧的工作 而且這個照顧是不分對象 沒有說這個地方是照顧小孩子 或者是老人 而是一個共同照顧的地方 另外一個故事 請問還有多少時間 兩分鐘 還有兩分鐘 好 另外一個故事是屏東的屏格部落 那2008年 由於會開始推部落多育班 讓部落的婦女開始照顧幼兒 後來呢 兒童局檢舉他說 因為他你收拖的人數超過五個人 沒有依法立案 好 所以這個方案就忽然終止 但是呢 部落的婦女他還是堅持 因為他覺得這是一個對的事情 然後後來經過協調了之後 通過了一個實驗進化 讓他們繼續暫時的運作 後來是在幼兆法裡面的第十條 把這個社區互助幼兒園立法通過 然後讓他們按照這個法 能夠繼續存在 好 我這邊是要講一件事情是 我們的管理 如何的讓原住民的照顧方式 或學習的方式無法產生 無法發生 例如說 你必須要有建照 要有施照 但是原鄉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房子 是有建造的 往下 這個安全 大概1992年那個火燒車事件 到後來所有的幼兒園都要有車子 還有接接送 但是因為原鄉經濟歸骨不大 所以很少幼稚園願意上去 但是如果你一旦有了幼兒園之後 你的那個交通的位 所以在偏鄉 你幼兒園 幼兒服務其實沒有辦法部落化 好 往下 所以後來部落工作者就列出來說 到底哪個比較安全 是你有一個有登記的交通車 然後有職業駕照的司機 就比較安全 還是把拖育班放在部落裡面 讓孩子能夠在部落就近的就上去 那他想問官員哪一個比較安全 但是我們現在的政策是一定要以前面 往下 老師一樣 這些部落的婦女都沒有教寶執照 但是在部落裡面 他們是最了解文化的 但是他們沒有資格照顧小孩子往下 所以到後來 他們後來把老人家邀請進來到幼兒園裡面 讓老人家教中年會說母語的老師 中年的老師在教年輕的老師 因為他們不會說母語 往下 你就看到老人 中年婦女 然後小孩 好 我做一個結尾就是 當最後 小孩子唱著族語 在母親節去拜訪每一個部落老人的時候 部落的老人家都哭了 而且他們說 我們的族群有希望 因為這麼小的小孩子就開始說族 我們不要再把孩子送到 正式的教育體系裡面 讓他們變成別人的孩子 好 我就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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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